来关注国际 澳大利亚警方以恐怖主义罪名 起诉五名在星期二被捕的男子 指控他们准备潜入外国展开袭击活动 这五个人企图通过水路偷渡到第三国 再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一旦罪名成立 他们可能面对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五名护照被吊销的男子 打算把这艘摩托艇 从墨尔本北部运到昆士兰 再乘船开往印度尼西亚或菲律宾 然后偷渡到中东国家叙利亚 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他们是在昆士兰北部被捕 澳洲警方没有公布 五个人的名字 不过自从他们的护照在几个月前被吊销之后 警方就一直监控他们的行踪 澳洲移民部长上个月表示 至今大约有100人离开澳洲 前往叙利亚参加恐怖组织 不过澳洲警方说 这次的调查并没有引发澳洲当地 面对恐怖袭击的威胁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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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